哈喽,大家好,浪子走中国,用脚步战略中国 我现在来到了福建福州火车站 现在是下午的五点钟 这个视频我将为大家分享福州火车站的现状 看一下福州火车站的客流情况 现在福州大学生都已经放假了 现在已经迎来了大学生的返乡潮 福州站是中国铁路南昌集集团有限公司管辖的一等站 是丰福铁路、康申铁路、昌福铁路和和福高速铁路的交汇站 是中国十大区域枢纽站之一 今天下着小雨 我们可以看到福州火车站都是年轻的面孔 以大学生为主 前面是一个电子显示屏 上面显示的是火车的车次 这边是二后进站口 那边是商务座专用通道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里面的情况 现在的客流都被福州南站分流了 近站的都是大学生 大学生朝气蓬勃 这里是福州火车站的南广场 站前广场就有地铁口 两个地铁口非常的方便 前面是售票厅 今年大学生放假都放得比较早 这个货流量明显比以前大了 我们去看一下售票厅的情况 自助售票机的人流量也比以前多了 自助售票机的人流量也比以前多了 也会有一些旅客来售票大厅买票的 现在都是手机网上购票 但有一些大学生还是会来售票窗 售票 可能是大学生来售票窗后 会有半价优惠吧 福州火车站也搭起了雨棚 福州火车站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 站台规模7台14线 河龙拉7000人的旅客后车 这边是海诗国际旅游中心 拉客的也很多 都是青春的脸庞 麦哈顿商业广场上 有很多小旅馆小宾馆 都是木板歌的 环境很差 大学生一般不会住这种小旅馆 人流量明显增大 福州的大学很多 福州有一个大学城 在闽口县那边 大学生就是朝气蓬勃 他们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世界是他们的 福州站还有一个北广场 现在我们去福州站北广场 看一下北广场的情况 穿过一个地下通道 就可以到达北广场 从这里进 地下的人流量也很大 前方那个出口就是福州火车站北广场 地下的人流量很大 大学生一批又一批的 我们这边出就是北广场 大学里的青春飞扬 但这三年的大学生也是最辛苦的大学生 被封了三年 这三年毕业的大学生也是最难就业的 因为大环境不好 手拉手的青春 现在我来到福州火车站的北广场 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返乡 前面是公交站场 福州火车站的北广场 夜景很漂亮 贺流量远远没有南广场那么多 我的青春谁做主 愿每一个回家的福州大学生 能够一路顺风 行吧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